清晨五点一部车坠落国道一号 扎道边坡起火燃烧 狂火烈焰冲天 八部消防车三十名消防员 紧急出动抢救 火烧车延烧到边坡草坪 火势花了二十分钟扑灭 车子被烧到剩骨架 保险感与车身分离 隐约看得出来原本是台红色轿车 消防员在草堆打灯寻找驾驶 最后是在车内找到人 不过已经成了教师 警方调查驾驶市民二十六岁男子 疑似车速过快 整辆车冲出围林坠坡起火 大过年除夕火烧车酿成一死 国道南屯扎道交通也因此受影响 花了三个小时左右排除恢复通行 记者黄祥父王是韩台中 采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 我们下期再见